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式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经济学下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在上个讲座里头 我们跟各位谈了所谓修正凯恩式模型 也就是所谓接近金融所的水准 一般模型的财货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 I与Y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市场利率跟国民所得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一般模型 当然除了在财货市场要达到平衡以外 那当然我们的货币市场也要达到平衡 也就是所谓的货币的供给要等于货币的需求 所以我们这个讲次最主要是要来丁各位谈 货币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 那么所得跟利率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了货币市场 有了前一个讲次的财货市场 那么两个市场都达到平衡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两个市场之间的相互的影响 来说明这个利率水准 以及国民所得水准的决定 所以我们这次讲次的主要的重点 大概包括下面几项 第一个就是LM曲线它的意义 那第二就是这个曲线它的过程 它到底怎么样来形成的 第三个就影响LM曲线它的位置 它到底向左或向右 甚至于它的位置是比较陡 还是比较水平 那么这是有哪些因素会影响 第四个就是均衡所得跟利率水准的决定 我们也就是说好有了LM有了IS这两条曲线 那我们就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 那么当财货市场跟货币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 那我们的利率水准跟所的水准到底应该是多少 也就是说不会像过去我们说凯恩斯批评这个古典协派的学者 说是一个利率未定论 然后Hicks Hansen一样的说凯恩斯也是利率未定论 那么我们有了IS跟LM model这两个市场 同时达到平衡的话 那么就不会再有犯过去的这样一个毛病了 好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LM曲线它的意义 那LM曲线指的是说上面的任何一个点 代表货币市场都达到平衡 也就是说货币的供给等于货币的需求 这时候实质所得跟利率的各种的组合 也就是说实质所得跟利率之间 维持一定的光息才能够使得L等于M 也就是说货币的需求等于货币的供给 所以在货币市场上面 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个model 或者是利用一个图形来给各位做说明 那首先我们来看看用model来给各位来说明 这个LM曲线的过程 那么我们知道货币的需求就是三个动机 还是讲的就是所谓的交易性 为了交易的目的而保有货币 为了投机的目的而保有货币 那我们称它LT 那么这两个都是Y的正函数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公式是LT等于括号Y 都是Y的正函数 那至于speculation也就是说为了投机的目的而拥有的货币的需求 是利率的反函数 我就为了赚钱 当然利率越高的话 表示我的成本越大 那我去借钱来做生意不见得会赚钱 所以我的货币需求如果利率越高的话就越少 所以是个反函数 所以整个货币需求L当然就是等于 我们利用一个小LT 就是边际倾向 那么我们来说明是所得的正函数 也就是所得增加一块钱 到底我们的货币需求会增加多少钱 用一个小LT 下标是T来代表 那至于LS 因为它是利率的反函数 所以我们用负的小LS来乘上利率 就是市场的利率 那么我们这个货币的需求这样来形成 那至于货币的供给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 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 因为中央银行可以控制它的货币发行量 可以控制存款货币数量 因为它可以跟一般的银行 透过存款准备率 贴线率 还有公开市场的交易 以及甚至于在各种的直接管制方面 来控制整个货币的供给 所以我们既然是可以控制 跟利率的无关 那换句话说中央银行的理监视会议 一同意就是发行这么多 所以M等于M0 是一个固定值 好 那L我们用实质来表达 所以我们M0 我们用出一个P0 所以我们说当货币的供给 M0出一个P0 等于货币的需求 那L当然包括LT跟LS 那么我们这样子的话 把它转换一下 那么这里头除了Y跟市场利率以外 其他都是一些参数值 所以我们保证货币的供给 等货币需求情况之下 就得到了最后一个数值 Y就是均衡所得 等于LT分之一 来乘上M0除以P0 然后挂号E加 这个加LS除以LT的I市场的利益 所以从model上面 从模型 我们看是这样的来形成的 所以这个LM曲线 一定是保证你货币市场 一定达到平衡的时候 I跟Y的各种的组合 那么我们如果以图形来看 一样可以利用所谓的四向线图 那么来看看这个LM曲线的形成 那么我们要找出来 这个利率跟国民所得GDP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利用这三个图形 这三个图形 一个是投资函数 投资函数跟这个货币 speculation的这个需求 那货币的speculation的需求 因为是利率的函数 我们刚才讲说 你为了借钱来赚钱 如果利率越高的话 你借的钱就越少 所以是一个反函数的关系 好 为了保证 在一定的货币供给之下 LT加LS等于M0 就是等于我们固定的货币供给 LS加上LT 两个人货币的需求等于货币供给 所以我们画这条线 代表了在某一个货币供给量的水准之下 那么一定保证你货币的供给等于货币需求 当然如果货币的供给增加了 这条线就往上提升 货币供给减少的就往下降 但是是平行的移动就是了 好 那么LT 我们刚才讲过的 LT就是transaction 以及为了预防的动机 所拥有的货币是所得的正函数 所以我们有了这三个图形 好 那我们就可以找出来 各有利率水准之下 我们的speculation的需求 有的speculation的需求 把货币供给减掉LS 当然剩下的就是LT 有的LT 当然你就可以找到所得水准 有了所得水准 当然你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 这个I市场的利率 所以利率如果提高了 我们一样的 透过这个函数可以找到 相对应的Y 所以在各种的利率水准之下 各种利率水准之下 保证货币市场 一定达到平衡的时候 那么LM期限 到底是怎么样过程 所以这条LM期限上面的 各个点都代表了 货币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 I跟Y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从图形来看的话 LM期限 事实上跟我们前面过程 I期限的很类似 都是利用所谓的四项线图 那么来给各位做说明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再来继续给各位说明 那么我们讲到LM期限过程以后 当然你就想要了解说 那这个LM期限它的形状 它到底是比较靠右 比较靠左 还是水平一点 还是多一点 那么当然有一些的影响的因素 那这些因素 到底包括下面的几项 第一个就是所谓后币供给额的增加或减少 如果是增加的话 LM期限也是向右 如果后币供给减少的话 LM期限是向左 再来流动性偏好 如果是增加的话 我们流动性偏好是包括LT跟LS 所以LM期限是向右 如果流动性偏好减少的话 那么LM期限是向左 那至于LM期限它到底比较多 还比较水平 那就要看我们的流动性偏好曲线 以及我们的这个后币需求线 那么我看看它的这个多 还是比较垂直 还是比较水平 那么再决定 那么我们以图形来看一下 也是比较清楚 那么货币供给增加的话 对LM期限的影响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刚才的固定 某一个货币水准 把它提高 提高为M1 比如说我们现在从6000亿 的新台币的货币供给 提高到7000亿 好 那么我们提高 这样的提高 当然会使得LM期限 是向右货币供给 当然我们可以想见 如果说我们现在景气不好的话 为了放宽货币供给 中央银行当然就会把货币供给增加 当然货币供给增加 利率就降低 投资企业就利率降低 投资成本降低 当然投资增加 投资增加 手有利率增加 所以可以想见 它一定是向右 当然你如果是用 我们的四项线图去照的话 一样的会是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说LM期限 事实上是会受到 货币供给的多寡 对这个影响 向左或向右 如果货币供给增加 LM期限是向右 如果是货币供给减少的话 LM期限是向左 那至于它比较多 还是比较水平 当然就看着我们 这个LT跟LS这两条函数 到底是比较多 还是比较水平 如果比较多的话 当然LM期限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只要用着 四项线图去绕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LM期限 那么很清楚地把它描述出来 那至于流动性偏好曲线 它的增加或减少 我们用图形来看的话 会对LM期限的影响 那么大体上是这样子 我们流动性偏好曲线 就是这条线 就是我们speculation的货币需求 是粒粒的反函数 如果增加了 也就是大家的这个赌性强了 同样粒粒水准 我这个LS要借更多的钱 我也许看到景气不错 同样粒粒水准 我要拥有更多的钱 我要向银行借更多的钱 那这样子的话 LS得向右 我们一样透过这个四项线图 绕出来的LM期限会变成向右 所以流动性偏好曲线如果增加 大家对于货币的需求如果增加 企业拼拼想向银行借钱 老百姓也一样 天天口袋里头要放很多钱 准备随时shopping 那这样子的话 当然LM期限是向右 好 那这是我们讲到 流动性偏好曲线 如何影响到这个LM期限的向左或向右 当然如果说景气不好 大家很悲观 对于未来 大家也许可能企业相同的利率水准之下 他也不太想投资 不向银行借钱 老百姓来口袋里头 也相对的比较少的钱 大部分的钱都放在银行 因为他认为说将来不稳定 所以对货币的需求减少 那这样子 当然我们LM期限 会是向左的 那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发展 那会影响到我们的所得 这是很明显 好 那么我们在底下 既然我们把IS跟LM期限 在三个奖次里头的IS期限 它的位置 它的协力 LM期限在这个奖次里头 也谈到它的位置 它的协力 都已经定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两个市场 那么来决定所谓均衡的所得水准 所以财货市场与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IS跟LM期限的相交叉的点 那么这个点 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市场的均衡点 两个市场都达到平衡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说如果用图形来看 说两个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 那么这个IS跟LM期限 两个平衡 那么这时候均衡的利率水准 跟均衡的所得水准就已经确定了 不会像以前凯恩斯的说法 或者是古典协派的说法 是所谓的利率位定论 没有 现在已经定了 就是I跟Y有透过IS跟LM 因为如果是在这个地方 只是保证你财货市场达到平衡 而货币市场不平衡 如果是在LM期限上面 只是LM市场 就是货币市场达到平衡 而财货市场不平衡 那这样子都不是一个均衡稳定的点 换叫说只有同时两个人 I等于S L等于M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带一定是 我们虽然保证LM曲线是均衡的 可是I带S 如果是落在这个范围 一定是S带I 可是L却是等于M 可是我们说I跟S 不是落在这个曲线上面的话 那就会产生这个不平衡的情形 所以一定是两条相交的时候 那么来决定这个均衡的利率水准 跟均衡的所得水准 那么就是所谓的财货市场 与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利率水准跟所得水准 也可以得到这个获得解决 那么再来就说如果紧财货市场达到均衡 可能有多种的利率跟所得水准来配合它 所以每一种指合就能只是符合L等于M 而I不等于S 那这种情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以图形来解释的话 我们说如果是在任何一个LM曲线上面 LM是等于相等L等于M 是均衡的 比如说A点或者是B点 这两个点都是代表货币市场是均衡的 可是并没有在这个点 没有在I曲线上面 所以如果是落在这一边的话 是S代I 如果在这边这个B点是I大S 所以I大S 那表示这个社会还没达到均衡所得 也就是还没达到平衡财货市场 所以必须要使两个人同时相交 我们才能够达到 那如果说财货市场平衡 而货币市场不平衡 那么我们一样来看一下 那么从图形上 我们说如果财货市场达到平衡 而这个货币市场不平衡的话 那么一样的有各种可能的利率 跟所得水准来跟它配合 均符合于I等于S的这个条件 我们以图形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说好 如果是在I曲线上面的A点或B点 A点虽然是I等于S 可是货币的需求小于货币的供给 B点货币的需求大于货币的供给 那换结货币市场并没有达到平衡 所以我们说如果是在I曲线上面 那只能够保证财货市场达到平衡 而货币市场并不平衡 货币市场不平衡的话 货币大于供给或者是需求大于供给 都一样的会产生 透过利率的调整 那么来调整使得货币的供给 等于货币的需求 那么这是我们谈到 这个IS-LM曲线 我们说事实上 必须要两个市场同时达到均衡 那么Hicks跟Hanson 当时提出这个修正 那么也因为它这个修正 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突破 那么所以叫做修正的凯恩式模型 那么这一点请各位特别留意一下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继续往下来跟各位来说明 这个IS-LM曲线 如果我们知道了它的影响因素以后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那么来看看 真正的所得跟利率水准是如何来决定 那么我们IS-LM model 我们继续利用公式 那么来给各位来推导 说整个IS-LM model 如何来决定均衡的利率水准 跟均衡的所得水准 那么从公式上看 我们说Y是等于C0加I0除以减掉小C 减掉β除以1-C的I 那么这是财货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的IS期限 也就是说除了Y跟I以外 其他的都是参数值 那至于货币市场呢 我们也一样 除了Y跟I以外呢 那么其他都是参数值 那么换句话说货币市场达到平衡的时候呢 Y等于Lt分之1来挂号乘上M0除以P0 加上小L0这个S除以Lt的I 好 那么有了这样的两个方程式呢 当然你就可以联力去求解Y跟I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变数 其他都是参数值 好 那么我们求出来的均衡所得色准 我们用个Y star来表达 这个Y star呢 当然就等于 一减掉小C加β的LS除以Lt的分辞音的挂号 C0加I0的βLS来乘上我们的实质后臂共计 就是M0除以P0 那么至于均衡的粒粒水准呢 我们用一个I star来代表 那么它呢 应该会等于 C0加I0来乘以Lt减掉一减掉小C 来除以一减掉小C的这个LS 加上βLt乘上十字的货币共计 M0除以P0 好 那么有了均衡的所得水准 有了均衡的粒粒水准 就不再是一个所谓的粒粒未定论了 那么当初呢 Hicks跟Hanson也因为这样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那么获得了诺贝尔奖 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在经济学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好 那么我们看过的模型 看过的图形好像很复杂 那我们可不可以挤一个实际的例子来看看 也许可以加深各位的印象 我们用个实力来看货币市场跟财货市场 达到平衡的时候是如何 如果以货币市场来讲 我们说货币的共计M0 假定我们说是一个固定值 是200个单位 200亿好了 那么活动性的现金 一二需求呢 LS呢 这个LT呢 是等于0.4Y 0.4Y呢 代表说所得增加一块钱的话呢 我们这种 这个为了交易跟预防动机呢 这种所谓的活动性的现金需求呢 Transaction所要的现金呢 是增加0.4 一块钱增加四毛钱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闲置性的现金一二需求 就Speculation的后币需求 LS呢 等于负的0.2Y 也就是说 LT如果升的话 那么我们会减少 这个货币的需求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的LM曲线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呢 说等于Y呢 会是等于500加0.5Y 好 这是我们的LM曲线 那么 有了这个货币市场呢 可以保证呢 L一定是达到平衡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Y跟I之间的关系 那至于财货市场呢 那么投资函数当然是利率的反函数 所以呢 我们假设是I 是等于100个单位呢 减掉10I 是负的 是一个负的函数 那除息函数是正函数啊 所以我们是负50加0.25Y 好 有了这两个数字呢 我们当然就可以导出来 这个I曲线 Y等于600减40个I 好 那么这次我们用个例子呢 讲财货市场跟货币市场 如果用实际的实例呢 那数字呢 给各位导出来这两个数字 那有了这两个数字 我们把它合并起来 就变成一个连利方程式了 所以下面我们看 I's LN model呢 就是说连利方程式 Y呢 是等于500加0.5I 而Y呢 在这个财货市场上面 是600减40个I 好 我们两个连利去求解 因为真的只剩下 Y跟I呢 两个变数 其他都是参数组了 所以呢 Y star就等于501 I呢 等于2.47 好 这是我们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呢 那么来给各位说明说 事实上呢 我们这个修正的凯恩斯模型 好像是很复杂 当然我也知道说 在同学理解的范围内呢 尤其初处 第一次来学经济学呢 那么又是数学又是模型 尤其很讨厌数学的人呢 那一定是对数学的 一定很投打 但是呢 看图形好像好一点 看例子呢 更清楚 所以呢 大家不用担心 也就是说 图形或者是数学的那些推导呢 只是给各位受参考 不要大家不要在意说 哦 这么复杂 这个经济学好像很难 其实 只要呢 抓住它的概念 尤其呢 我们前面几说呢 这两个市场 这两个市场怎么相互的影响 就好像我们的生理跟心理 事实上呢 大家说健康健康 其实健康呢 不是身体健康 心理也要健康 心跟心 身跟心呢 其实呢 是连在一起 你如果心理不健康 当然就会影响你的生理 你天天愁眉苦脸 那当然 心理就会不健康 所以呢 这个先心是互相影响 财货市场呢 跟货币市场 其实也是如此 货币市场 如果不平衡的话 如果中央银行 不好好做 那么财政部呢 大概也没有办法 中央银行 放任着货币市场 这个标涨 或者是乱印钞票 那我财政部再怎么做 我也没有办法 所以你说 要把财政部 跟中央银行 两个部门 要怎么样去 互相协调 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好的财政部长 当然更要有一个好的 这个中央银行的总裁 所以中央银行 怎么样把货币市场 能够稳定下来 然后呢 利用货币市场 来影响我们的财货市场 那我们经济才能成长 经济部才能够谈 怎么样经济成长 所以呢 我们事实上呢 我们的财经部会 其实呢 是相互的影响 任何一个部门的缺失呢 事实上都会影响到 我们整体的经济 所以现在我们内阁正改组 你说叫他叫财政内阁也好 或叫什么内阁也好 其实呢 都是必须要整体的 你光哪一个部门好呢 我们说王建宣院长愿意降格请英豪 那么说要来当财政部长 其实他来当财政部长 如果没有好好的 彭华南的配合的话呢 我看再十个王建宣 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说财政跟经济 跟中央银行其实呢 是一体的 你不能够偏面的 换句话说财货市场跟货币市场 是互相影响 我们才能有办法来谈到 整个经济的发展 好我想呢 我们这个讲次呢 虽然比较复杂 但是呢 同学只要掌握到他的要义就好了 那么老师大概也不会要求 各位呢 去导这个公式 或画这个图形 大概都不会 只是要掌握到这个重点 这个要义呢 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个讲次呢 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讲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